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附身符 一尊是成功符 一尊是筍笛 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两尊都已经包好了 这样的一个防水壳了 我们就先来看筍笛 这样的一尊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验证卡的 你们可以看到吗 还有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那我们先看牌先吧 它这一尊呢 比较特别是有 两个包了三个 包了三个这样的一个扣的 这一尊是一个筍笛的 筍笛的一个佛像 你们有的时候通常可能看到的就是那种 三个横条的那种筍笛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整个法相的这样的一个也是称为筍笛的 看一下背面 这个采用的材质呢 就是圣粉 圣粉再加一些旧料的粉 然后参在里面 这一尊呢是 瓦帕条 瓦帕条那边 那个庙祈福加持的 然后大法肺加持 佛力是2539年的 这一尊 然后呢就讲讲一下 那佩戴他 佩戴这尊佛牌 所能给善性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等一下我放进去 那么佩戴筍笛呢 其实是一个全功能来的 当然呢他也可以帮忙保平安 避邪避险党灾 帮助人员 一样的一句话给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凡事佩戴者一定要心存善恋 心存善恋都会有天成必活 家庭和和美满 必能够凡事顺心 事事如意啊 所以不管是你佩戴哪一尊佛牌 我这些话哈 你们都要记住啊 一定是要诚心哈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你们就是想要讲一下 关于神祖的一个来历啊 神祖的来历呢 据说是在佛力2382年左右 泰国著名的 屈拉靖佛寺 如果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要古中佛寺 出现了一位禅定于修行 都非常高深的大和尚 叫阿詹多啊 当时呢 他是屈拉靖佛寺的第二代主持人 而其尊师呢 据说是一位已修成 罗汉正国的师父国 他便是瓦拉康师那个寺庙的开祖 开祖祖师 常显神通 画众生向浮渡 救苦中的人们 其救苦救难的精神 向极了当地人们所敬重啊 受到当地人们的尊重 话说有一天阿詹多师父在禅定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师父的声音 土耳明天早上日出很特别 早起到海边看日出吧 阿詹多呢 当时他不敢怠慢 所以呢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就真的跑到了海边去 说也奇怪 当时呢 天还微亮 但东边呢 已经缓缓的发出了一道白光 先足 定先足尖角 慢慢呢 才看到圆顶 然后是头部 白光佛身 最后呢 是整尊完美的 一个佛像在那缠定 呈现在东边的海面上 佛身呢 有三层 法座代表佛法身 三宝之圆满之法像 阿詹多当时很高兴很高兴 就高兴到流下了眼泪 大声的祈祷说 谢谢恩师的恩赐 谢谢师父的恩赐 这尊先太阳而起的佛像 一定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平安 我会把它赐给每个人 凡佩戴供奉者只要事事顺心 并广结人缘 便可使柴缘广尽 富贵永远 想不尽的啊 这个呢就是最早笋笋的这样的一个由来 后面呢阿詹多师傅呢回到家 就做了笋笋出来 这个就是笋笋最早的一个由来 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款先呢 那么第二款呢啊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成功佛啊 这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 验证卡 我们放进看呢 好 我看一下牌先咯 那它这款呢是一个混合金属制作的哈 那么这一尊成功佛呢是 大把费啊 大把费开光起伏加持的哈 这一尊呢佛利是2542年 成功佛呢能够避险避险保平安 还能够化解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以及灾难 能够避开危险 呃就是避开危险 能够保护呃非常好的一个附身佛 成功佛呢顾名须意就是成功 在事业上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帮助顺利提升业绩 很多上班族呢都非常热爱这一款佛牌 成功佛在人员方面呢 也是有呃非常好的功效的 嗯 能够增加贵人运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呢都能够越过一切的障碍 取得成功的啊 那么其实成功佛最早的起人呢 可以追溯到西利八五七年佛利 也就是1400年左右啊 在太皇时代的时候 位于泰国的帕西雷达 那那马哈塔士便是那个时候 新建而成的成功佛最早发现的法像呢 是中风在佛式内的 据泰国史记记者呢 西利一三五七年佛利约1900年的时候呢 在时代之诸沙卡拉王朝的国王十分尊敬佛法 心中担忧自己杀戮太多 想做些事情来减轻心灵的不安 于是呢 于是呢就决定呢 就决定呢 重新的修建帕西雷达 那马哈塔士 同时呢计划 督建三尊精佛 供余佛式 国王言初 法随邀请了 多位当地有名的僧人 以及废法师 还有祝佛师 塑造师来铸造佛像 佛像当时呢 他采用了金银铜铁锡 五种金属混合而炼 但是在铸造期间呢 发生了意外 只有两尊铸造成功了 其中一尊呢 因为五金未能凝固 而铸造失败 所幸成功铸造两尊佛 到现在呢 也一直都有保存的留下来 而这两尊佛呢 就是远近文明的成功佛 前身拿 你看背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那个金纹在背面的 因为它有包那个壳 所以在我的手机造色过去 你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清楚 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拍个照给你们看的 OK 谢谢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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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